金马奖影后争夺战 由台湾双叔徐伟宁 吴可熙 立抗中国大陆女星范冰冰 周冬雨和马思纯三人 模特儿出身的徐伟宁 出道以来外界多半聚焦在她的亮眼外形 转战戏剧十二年 徐伟宁不断突破自我 去年敲金钟 今年以同一小女孩 挺进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入围名单 成绩有目共睹 徐伟宁坦言非常怕鬼 拍片过程情绪总是处在极度恐惧中 也激发出更多表演能量 台湾演员吴可熙剧场出身 和导演赵德映多次合作 可说是她的固定班底 这次也是以赵德映的电影 《再见瓦城》里 移民工人的角色获得提名 吴可熙虽然熟悉赵德映的拍片方式 也甘愿为戏牺牲一年 到缅甸泰国打工揣摩角色 但她也大叹 要练习这么多吃重的苦力活 真让她吃不消 我就会私底下跟她说 我们真的所有东西都要学吗 就是你如果 比如说你知道你要拍什么 那我们去做那个部分 那她就会说我怎么都要拍 你们全部都要学 男生的东西女生也要学 女生的东西男生也要学 中国大陆女星范冰冰 打破梅艳形象 在电影《我不是攀金连礼》 饰演农村妇女 状告先生劈腿 一路从乡下告到北京 为自己讨公道 范冰冰从年轻演到中年 演技发挥空间大 这也是范冰冰睽为九年 再度入围金马 自己一个女生看着你了 另外中国大陆电影 七月与安生的两位女主角 周冬雨哥马思纯 双双入围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片中描述两位性格迥异的女孩 从小到大的好情依更胜闺蜜 却因为爱上同一个人 感情悄悄出现变化 马思纯和周冬雨 两人在戏里拼演技 戏外还要拼影后 众家女星谁能摘下金马 十一月底见分享 中央社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